廣東道是香港的著名街道之一 位置於九龍半島油尖旺區 是尼敦道以外唯一貫穿尖沙咀、左敦、右麻地和旺角的道路 這裡匯聚很多酒店、商場、零售店和商務辦公大樓 因為鄰近尖沙咀中樓、天星碼頭和五支旗桿 這個集旅遊商務的重要戰略位置 所以有不少高端名店進駐故有名店街之稱 而廣東道發展都有一段歷史故事 不說不知廣東道以前不是叫做廣東道 最早一段廣東道是位於尖沙咀九龍倉碼頭的旁邊 當時是以當任的港督麥當勞爵士來命名 本來是叫做麥當勞獨 但是在1903年 因為避免和港島有一個同名的街道混淆 所以後來改了以廣東省 來做命名 變成今天的廣東道 其實講起廣東道 最主要就是有兩項集體運輸系統 在當年構成了整條尖沙咀廣東道 人流為何如此暢旺的背景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天星碼頭 第二個項目就是九廣鐵路的尖沙咀總集 即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尖沙咀中樓這個位置 講起天星碼頭和中樓這兩個尖沙咀地標 都有一段歷史故事 去到1904年 天星小輪在當時的九龍倉碼頭南端 興建新的天星碼頭 就是現在的海運大廈一帶 但在1906年4月落成之後 去到同年的9月18日被颱風破壞了 於是就向南搬遷 去到今天現時的位置再重建 去到1911年就正式重新恢復服務 第二個就是關於九廣鐵路 即是現在尖沙咀中樓的位置 其實大家知道 香港和廣州在早年代 即是在清朝末年做貿易生意都相當多 在19世紀末接連香港和廣州的鐵路 已經是敲定了要興建 去到1906年就開始動工 在1910年10月1日 香港段正式啟用 到1911年10月 港稅直通車也正式投入服務 所以大家看看這兩個集體運輸的項目 都是對整條廣東道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由於當時中港貿易 以及海外轉口貿易比較頻繁 很多大型貨運都以水路為主 沿著碼頭和貨倉一帶的街道 聚集了很多搬運工人和宿舍 逐卻形成今天餐飲、娛樂、購物的集中地 看到整個由殖民地年代 就經歷了不同的時代 通過政府、大型的發展商、私人投資者 和很多商戶 其實大家在這段時間 就不斷去優化整條廣東道 最後就形成了今天的名店街 所以大家去逛街行廣東道 除了欣賞名店的產品之外 亦都可以欣賞得到 是香港在殖民地年代 一直沉澱到今天 醞釀到現在廣東道名店街的一段歷史故事 時至今日 廣東道可以說是尖沙咀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之一 亦都是商家必爭之地 下一集我們會跟大家說一下 圍繞廣東道的著名商業建築歷史故事 我們下集見